Hi 大家好 我是阿狠 好久不見了喔 我拖到了現在才有時間拍影片啊 沒有辦法 最近真的比較忙 好 那話不多說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要來介紹一把我用了蠻久 而且我真的覺得相當好用的 無線電動釘槍 沒有錯 它是裝離電池的 那我們馬上就來看看吧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把 美沃奇所推出的無線電動釘槍喔 它是無刷馬達版本的 廠商是美沃奇 然後呢 它的型號是 M18FN18GS 它是蠻高檔的型號喔 所以 它的售價也是蠻 高了一點 12500 就這樣 然後這是它的 移電池 我自己是用完 我都會把它收好啦 所以這其實 都已經用蠻久一段時間了 但是 還是蠻新的喔 因為我自己都會把它收好 當寶貝在收的 用歸用 但是 收的時候 還是要收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釘槍的主體 好 釘槍的主體就長這樣 它是 只能用F釘的 它的 釘槽就像這樣打開 按壓後面這個按鈕 就可以拉開了 然後呢 它有板機在這邊 然後 然後它是有保險的 它保險在這邊 它要壓下去 釘子才可以 激發 你不用的時候 可以電池都拔掉 這是最保險的做法 然後再來看到這邊 電源開關在這邊 長按就可以打開 或關閉 然後呢 它有一個Model的按鈕 也就是模式按鈕 它可以 切換 單發模式 跟連發模式 然後再來看到這邊 它在這邊呢 有一個旋鈕 這一個 這個是可以調整 它的釘子 要打多深 的調整旋鈕 它這個就是 你往前轉的話 往這邊轉 往這邊轉 它就會 變淺 如果你往後這樣 轉的話 它就會 打深一點 就這樣 這個電池 等一下裝 先裝釘子 來 這個就是F釘 我今天是用F25的釘子 然後 裝它的釘子 給你們看 它裝釘子 要比較注意一點 你看 我這樣 按下按鈕 拉開 這樣看好了 然後接著我這個釘子 這邊 這個 有一個T型突出的頭 這個是要給撞針打擊用的 所以我們 要朝上 然後這樣 放進去 切齊喔 注意喔 要切齊喔 放進去 然後這邊注意囉 我放好釘子以後 我不能直接這樣 就把它推 往前推 喔 這樣整排釘子就彎掉了 關不上了 它這把釘槍設計呢 我們一樣 要先把這個釘槽的按鈕 要先壓著 這樣 才可以 順利的合上 然後再放開 這樣才可以順利的合上喔 再看一次 壓著打開 然後我要 關上這個門的時候 要壓緊 往前推 然後放開 這樣才是正確的 開啟跟關閉的方式 要不然整排釘子會歪掉 安裝好了以後 我們再來安裝 離電池 這是最保險的 OK 然後接著我們就 開機啦 好 就這樣長按一下 然後你看 Model 可以切換 長按一下 就可以切換 蛋發跟連發模式 關機的話 一樣再長按一下 就關機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施工 好開機 然後看到這邊 今天這個櫃子呢 就是我們施工的主角啦 最上面這一層 要安裝一個 可以關閉的 塑膠布木啦 那這邊 一樣是用這個 冰棒棍來做固定啦 超方便又便宜的方案 首先我們把已經 裁剪好 適合尺寸的塑膠布 對齊要安裝的位置 看到我手上 預先拿好的 冰棒棍喔 就把他 就把他 壓在我們要安裝的位置 壓好 好壓好壓緊 然後再確認一下 check一下 位置有沒有跑掉 好確認好以後呢 我們就拿起我們的 釘槍 先釘一下 最邊邊 給他補 第二釘 然後手走開 OK 這樣基本上 他就不會再掉了 然後第三釘 這邊好了以後 接著就換 另外一側 一樣 再重新對好 然後壓好 冰棒棍對好以後呢 拿起釘槍 保險壓下去 好 釘了 然後一樣保險壓下去 再釘 OK 然後第三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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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了 這樣就固定好了 施工完以後基本上就像我的這個施工完的第一層大概長這樣 只是呢 我這次特別把中間這個部分 它這兩片冰棒棍呢 我把它裁剪了中間的部分 讓它的長度是剛好的這樣比較美觀啦 整體看起來就是這樣 這次感覺做的有比較滿意 比較漂亮 再來看到這邊 像我這個新做的櫃子啊 它固定這個網路設備的木條 這一條 它的固定方式也是用這個釘槍釘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呢 像這種厚度的木頭 是也OK的 以它的能力是沒有問題可以釘的 那這集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對這把電動釘槍有興趣的朋友呢 那我會把這把電動釘槍的資訊呢 還有介紹放在下方的說明欄中 然後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 無師傅工具網的露天拍賣自己去搜尋看一下齁 然後在台南的朋友呢 想要到實體店面的話 可以到重新電動工具行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個讚然後分享出去 就這樣 掰掰 想參考開箱使用心得 想參照DIY實際案例 那就趕快訂閱並繼續關注阿狠頻道Hands Media 在這段時間內 開箱使用心的電動 became Apple recap 美國當中的介紹 那是新電動了 兩直角隨方看